看起來好好吃喔 喔好療癒喔 哇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整盤啊 除了後面那個大扇貝以外啊 這個什麼紐西蘭一貝 鮑魚 魚肉 全部都是699就可以吃到了 嗨大家好我是雲飛 你們有隱約看到 鏡頭旁邊這個已經在冒煙了嗎 其實我是 一進大莫紅這邊啊 就被他起司鍋給吸引了 我就決定先拍完起司鍋 然後再跟你們拍開頭 好啦我們今天來到的呢 就是剛才說到了大莫紅桃園店 其實我是久仰這間店的 這間店我其實在 之前看吃到飽的店的時候 就看過人家介紹了 其實我當時沒有這麼強大的衝動一定要來 是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起司牛奶鍋可以看 然後最近突然看到他們有 居然有瀑布起司牛奶 感覺好像很酷耶 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怎樣煮 所以呢我們就來啦 好啦到底這邊食材如何 然後蜘蛛吧有哪些東西 菜單裡面有什麼品項呢 趕快來看看吧 哇我們點的是瀑布起司 所以現在 我們的店員已經在幫我們準備了 你們看那一坨起司 喔好大塊喔 然後還有鮮奶 萬丹牛乳 然後還有洋蔥 他現在正在準備當中 等一下應該就是先炒洋蔥 然後幫我們放起司 哇喔他那個洋蔥香味跑出來了 我們坐在這邊都好像覺得好香喔 哇喔 這是我們的特製雞膠湯 喔喔喔顏色很白耶 在地小桶的鮮乳 萬三鮮爐 跟大家強調一下 你們看 真的是一鍋用一罐喔 真材實料耶 他不是跟你加湯加水耶 是高湯加牛奶喔 我們牛奶鍋會推薦煮一些蔬菜 或是海鮮可以增加他的甜味 味道喝起來會更好 店員跟我們介紹說 那個機器其實是在加熱那個起司 所以他現在一邊煮牛奶 然後等待起司加熱 待會就可以放進鍋子裡了耶 喔好酷喔 好的 店員幫我們上菜了 你們看他們速度真快耶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整盤啊 除了後面那個大扇貝以外啊 這個什麼紐西蘭一貝 鮑魚魚肉 全部都是699就可以吃到了耶 左邊這個六隻蝦子裡面啊 除了最左邊這個黑黑的 炒蝦有沒有 中間這個白鑽蝦跟天使紅蝦 也是699就可以吃到囉 只有炒蝦跟大扇貝是799的範疇 其他都是699就有囉 哇你們看一下那個起司已經加熱好了 哇好期待喔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喔 喔好療癒喔 哇 哇 喔真的呢 哇這我懂了 這個就是瀑布起司的由來 他真的像瀑布一樣 他切下來的時候那個流動的樣子就很像瀑布 現在大家知道為什麼叫瀑布起司了嗎 好的 店員非常快速的除了海鮮以外也幫我們上了肉盤 先給大家看一下全貌 你們看那個 喔水噹噹這個肉色 好有食慾喔 讓我看了好餓喔 我到現在都還沒吃到呢 這一盤是傳說中的M9和牛 看起來肉色不錯齁 再過來這個是樂眼牛排 剛才店員有特別跟我們介紹說 他們的肉啊很多都是牛排等級的 就是他那個部位都是精選的 然後私事熟成 所謂私事熟成他就是冷藏肉啦 然後呢 就會有肉的甜味跑出來 這個呢是五穀牛小排 分量不錯吧 而且肉色很美 再過來就是一板牛肉 分量很多耶 哇看的好餓喔 很好吃的看 最後這個當然就是我的菜囉 這個是伊比利豬 因為一般來說啊 你們大家都知道嘛 牛肉的細菌比較少 他可以吃七八分熟 甚至五分熟三分熟都沒問題對不對 但是啊豬肉一定會告訴你要煮熟 因為他有細菌嘛 可是這邊的豬肉很特別喔 他可以煮七八分熟就可以吃了 因為他們聽說是吃橡果長大的 你們沒聽錯就是那個橡樹的那個果實 橡果 他們是吃橡果長大的啊 所以他們可以算七八分熟就可以吃了 跟別的豬肉不一樣喔 這個就是六九九 紐西蘭一倍 很大個喔 肉也蠻大塊的 很實在喔 喔還有大腸 這還是我剛剛有蜘蛛吧講過 我弟剛才跟我講說 我喜歡吃的那個乳大腸啊 就是可以放在火鍋裡面的乳大腸 蜘蛛吧就有相當貼心 等一下我就要去看蜘蛛吧了 我現在是因為太餓了 本來我剛才就應該去拍蜘蛛吧了 但是我想想還是決定先吃東西 好餓喔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重頭戲 我們拍了那個瀑布起司有沒有 他這真的是加熱到一個程度之後啊 整坨整坨給你刮進那個牛奶起司鍋裡 我覺得那個味道一定很重 我待會喝了一定不得了 喔 先吃進去的時候是那個牛奶的味道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鹹味 還蠻鹹的欸 他這個可以包肉吃很好吃喔 巨店員說包肉吃很好吃 我相信因為 單吃真的有點那個鹹 但是真的很好吃的 那個牛奶味其實會超重的 太讚了吧 欸起司控我覺得你們不能錯過 一定要來吃一下 加一百多塊就可以吃到了 他是整罐牛奶倒進去喔 欸真材實料不錯 就我弟剛才在蜘蛛咖走一圈回來之後 他講了一句非常簡單的話 簡單明了 他就說 這件沒有在怕你吃的 你可以放心的拿 是不是不錯 來你們看 這是他讓我們裝菜的菜碗 跟我的臉對比一下 然後很深喔 是不是真的沒有在怕你吃 剛才他們這個就放在桌上 我弟還用很天真的語氣問我說 我這該不會是用這個來煮吧 呵呵 天真火鍋的孩子 好的 這個就是大木紅的蜘蛛吧了 他們的蔬菜啊火鍋料啊 各式各類的食材都在這裡 一眼望去就很清楚了 這邊呢 有油條啊大腸 然後有 這是應該是牛肚吧對不對 牛肚然後海鮮有蛤蜊 還有木耳啊花椰菜啊玉米等等的 上層啊有各種的角類 還有魚豆腐 哇很多耶 基本上也算是應有盡有啦 喜歡吃的 大家比較喜歡吃的那種熱門食材 這邊都能找得到 那另外我這邊一定要跟你們強調的 就是他的冰淇淋 你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Course Don't 他跟大使跟明智耶 其實我很少在其他的店裡面 看到這三種冰淇淋同台過 所以以冰淇淋的品項跟口味來說 真的是 應有盡有耶真的 你們想要吃哪一家就吃哪一家 好棒喔好多種口味 好 好啦課語教學時間又到了 上次有看到一位觀眾留言說 想要知道客家畫的今天明天後天 還有早上中午晚上對不對 今天我們先講前面三個好了 就是今天明天後天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不是很好發音 你們待會就會知道了 首先先講一下喔 客家畫的今天明天後天啊 他都是今日明日後日 都講日 他不講天 今天怎麼講呢 金本日 金本日 為什麼會有中間那個 本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那個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講今天 沒有講金日耶 我們沒有這樣講的 我們都說金本日 那明天怎麼說呢 天公日 天公日 就是天光日 就是等明天天亮那個 明天 所以那個意思就是 天公日 天公日 後天呢 就比較簡單了 後天就跟國語的說法是一樣 只有兩個字 後日 他怎麼說呢 天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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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讓我弟來表演一下 剛才店員建議我們說 起司煮了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哇千四千好長 可以把它包在肉裡面一起吃 據說這個吃法很好吃喔 哇看起來就很好吃耶 那個起司有已經充分加熱過了 它肉本來就很嫩 然後配上起司這樣軟軟滑滑滑的 然後融在一起吃 不錯喔 好吃 欸你們看一下這個厚度 這個是干貝我想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它這個叫做什麼生食級干貝 是日本的 但是那個店員有跟我們說啊 這個不是點得到的 它是配合活動送的 所以呢 你們如果有過來啊 喜歡吃干貝的話呢 可以跟店員詢問一下 有沒有辦什麼活動 他們之前有活動是什麼 FB打卡啊 就可以一人一顆生食級干貝喔 好啦就如你們所見 我弟剛才用起司包他的牛肉 吃得讚不絕口 他一直說 嗯嗯嗯很好吃很好吃 你一定要吃 然後他就幫我用小高羊包了 他們的瀑布起司牛奶啊 真的是瀑布給你看 他沒有跟你偷工減料 我以為頂多就加一點點牛奶 湯白白的 然後放幾個起司 就是一直一直這樣 不是欸 我甚至都想說 是不是丟個起司片啊 就當起司鍋 我想多了 他是真的整塊起司給你刮下去 像瀑布一樣 我完全覺得沒有騙你喔 真材實料 喜歡吃起司的 我真的覺得 一定要來 大莫虹首選 一百多塊就可以吃到了 起司鍋棒 好啦你們對大莫虹桃園店 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留言到留言區喔 跟我交流一下吧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訂閱喔 我是芸妃 下次別餐訂閱吃吧 下次見 掰掰